兄弟们新赛季在王牌印记的基础上 新增了三款更高荣誉的印记 卓越王牌 传奇王牌和爵士王牌 提示我们需要通过竞技赛获得 今天我就给你们好好讲讲 这个竞技赛规则到底是什么样的 首先竞技赛挑战是在参与 经典模式海岛地图时同步进行 包括经典海岛和主地海岛 咱们无需单独匹配 并且可以在模式选择这个界面 手动勾选 是否在匹配时激活竞技赛挑战 比如这里我就勾选上了 那么进了队局进一赛是个人挑战赛 除了挑战者本人以外 同局的其他玩家 包括敌人和队友 都是不会收到任何提示的 也就是他们不知道你在进击 就很难出现演你的情况之外 然后关键的来了 进一赛的参赛条件是什么 很简单 经典玩法段位 第三阵层四排 最一定是第三阵层四排 达到王牌三星后 你就可以参与进一赛挑战了 这个模式选择界面 就会像刚才那样谈出 是否勾选激活进一赛挑战 挑战成功后呢 超级王牌段位就可以进击为卓越王牌段位 获得卓越王牌印记了 以此类推 我们如果达到了王牌六星 刚才三星嘛 现在达到六星 同时也先把卓越王牌竞技赛已经在打了 在获得卓越王牌印记的前提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参与传奇王牌段位的挑战了 挑战成功就可以获得传奇王牌印记 再以此类推 我们达到了王牌九星 同时也已经获得了传奇王牌印记 就可以参与爵士王牌段位的挑战 来获取爵士王牌的印记了 那么你们肯定很想知道 这个挑战到底是什么挑战 好 来了 晋级赛挑战目标为 海岛地图 主题海岛和经典海岛均可 而且兄弟们中间插个大提示 新赛季经典海岛开启独立模式入口 我们可以自主选择 匹配经典海岛或者主题海岛了 非常亏贼帅气的改动 所以你到时候可以自己选择 是经典打还是主题打 好吧 好 继续说挑战 当参与海岛地图的第三层四排 个人排名 注意一定是个人号 你如果落地神河 但都有时机 那跟你没啥关系 知道吧 所以稳住 苟住 个人排名连续多场进入前十 就可以成功晋级 比如从超级王牌晋升卓越王牌 需要连续三场进入前十 再从卓越晋升传奇 需要连续四场 从传奇晋升爵士 则需要连续五场 兄弟们难得来了 如果其中有一个单场 没有达成挑战目标 就个人没进前十嘛 比如我在传奇进爵士 连续五场 我前四场都连续进了前十 但偏偏第五场没进 那不好意思 五把全没了 直接从头开始打 要的就是一个连续 好 所以你的每次在模式里面 勾选这个 是否在匹配时 激活进一场挑战 一定要谨慎又谨慎 因为中途如果取消勾选 是没关系的 前面连续赢的会保留 或者你切去玩其他模式了 都没关系 依然会保留 所以每一把勾选 我建议最好还是找三个得利的队友 没错 可以和好友组队 但毕竟你是组队了 所以好友的段位也有最低要求 比如你三星了 要打左右王牌竞技赛 那么你的三个好友 必须都在王牌段位以上才行 否则你就算拉个皇冠一的进来 就算勾选了 在匹配时激活竞技赛挑战 系统也会自动取消勾选 知道吧 你们就会打一局普通海岛 以此类推 你在打传奇王牌应急的时候 你至少六星才能开始挑战 那么好友至少就得三星 最后爵士 你至少九星才能挑战 那么好友至少就得六星 好友只需要满足星级要求机可 没打那没关系了招吧 不影响和你组队帮你进击 好说实话 总结下来兄弟们 打竞技赛没什么别的建议 学校鲨鱼就行了 最后说下竞技赛开放时间 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24点 经典模式的海岛地图开放 第三层四排 包括经典海岛和主天海岛都可以 好又多了三个高级的东西 说实话兄弟们 那必须得冲一波